周一伟虽然因为疫情 不能到外地拍摄旅游节目 但他由去年开始为儿童节目 Theme Big Tendi担任嘉宾主持 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新尝试 Javis还说和一般小朋友合作 也有不少收获 因为我觉得很好的跟小朋友合作 就是你会知道现在小朋友 他们流行玩什么游戏 有一些就是IQ的问题 一些IQ的问题一些笑话之类的 然后我们小时候 那是那些我们懂的那些 就是IQ题 然后一些我们玩的游戏 原来到他们的那个 现在他们的那个世代 已经有改变了 但是还是差不多 有一些是差不多 有些我觉得就是 我小时候玩的那种游戏 跟就是我小时候 跟朋友爱讲的那个笑话 他们也会在讲 他们也知道 但可能有一些就是 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一种变化 像我们以前玩一些 就是跟手指头有关的游戏 他们也会玩 但是他们可能里面 会出现一些名词都不一样 就是有一点点现代的改变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就让你年轻很多 对啊对啊 就是让我可以吸收 真的最新鲜的那个时代 他们的那个现在 他们的流行什么 为了装备自己 Javis一直学习多种语言 在居家抗议期间 他还开始学泰文 但原来Javis学泰文的契机 是因为一次 惨痛的主持经历 我大概在两年前 有一次有机会当一个 泰国的粉丝的那个见面会 然后那一次的经验 都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因为在台上面 就是我不懂泰语 他们也没有 就是英文也没有很好 然后就是他们 就是可能英文好也没有用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 台下人都是讲 普通话跟广东话的 就是我们如果用 英语沟通的话 那台下的人就是听不懂 所以最后也是需要 他们讲泰语 然后也是有翻译之类 那时候都觉得 因为以前就是当一些 可能日本的艺人 或是韩国艺人的那种 粉丝集团 我会就是有些可以沟通 有些是不能沟通也好 就是你听得懂一点点 会有基本的 对现在就可能 可能有基本沟通这样 但泰语 真的连他们讲完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在台上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个 我真的觉得那一刹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废物